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自從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率團訪台 以及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公開支持台灣重返聯合國之後 就好像為西方國家的對台政策打開了缺口一樣 分分鐘還會造成骨牌效應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憶友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意大利的眾議院副議長蘭佩利昨天接見了台灣駐意大利代表李新榮 在會後蘭佩利發表了一篇新聞稿說雙方會談氣氛是真誠融合 而在會上他們兩人就提到目前台灣駐意大利的外交單位是沒有受到意大利官方正式承認 只能夠以經貿辦事處代稱 蘭佩利說這個現象完全是因為中共持續地向歐盟和意大利施壓 並且主張一中原則而導致 蘭佩利還說對於台灣不能夠在意大利設立自己的大使館 不能夠建立起二台雙方正式的外交關係而感到非常驚訝 他向李新榮代表承諾會盡最大的努力 等到台灣可以在法理上在意大利和歐洲都行使到更加充分的外交代表權 這位蘭佩利的說法其實就是等同於承認台灣的地位 因為大使館只能夠當另一個主權國家都承認自己是一個主權國家地位的時候 才可以在對方的領土上設立 而且蘭佩利也說到應該提升二台的外交關係 他這個表態非常清晰 以往歐洲國家的政治人物 對於台灣的地位 或者他們的對台政策都是三瞻其口 都說得非常謹慎 唯恐得罪大陸 而且要避免本國和中國之間的經貿利益受到損害 所以很多時候都不出聲 但是自從今年沒有廢全球大流行之後 這個風向就多少有些轉變了 開始有些政要很積極地就著台灣的議題發聲 當然他們到底對於台灣是真心 定義或是純粹為了刺激大陸的情緒 而專門說這些話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就是當他們猛地說這些話的時候 會為國際間的形勢帶來什麼影響和客觀效果呢 雖然目前意大利和台灣說要建交 恐怕機會都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當西方社會不斷醞釀這種聲音的時候 當這種聲音越來越強烈的時候 其實對於大陸來說都是一種威脅 因為這個世界有個成語叫做三人成虎 就算那隻老虎不出現都會變成真的一樣 再加上武肺大流行 導致全球各國的經濟都受到嚴重的打擊 政客肯定就是要想辦法去排解本國民眾的不滿情緒 最好的辦法當然不是自己硬吃 而是將不滿情緒射到其他國家身上 總之轉移到外國的視線 最好的辦法當然是找中國來算帳 可以預期的是哪個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和不滿情緒 如果他們越強烈的話 他們的對台政策就會越友善 而且他們就會在國際舞台上喊得越大聲 對於中國來說當然就很頭癢 所以也是引證到一個說法 就是大陸為什麼現在要大力提倡 考古工作很重要呢 就是要鞏固他們的法統 也是要告訴別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的正統 所以大陸現在的考古學家 還說連夏朝的文物都發掘得到 實際上史學界一直有一個很流行的觀念 就是夏朝不能夠被判定為一個信使 為什麼呢 因為夏朝的出現只能夠在後世的歷史文獻當中記載下來 夏朝本身是沒有任何他自己的文獻的 好了 如果你說現在發掘得到的那些文物是屬於夏朝的話 那當然你首先那些文物是真真正正在地上發掘上來 而不是造假先 這個就是大前提 如果是流的根本上是創作來的 沒有話可說 就算讓你真的在地上發掘上來也好 你只不過是用一些現代的科技來推斷到底這件文物的誕生的年期是什麼時候 你就只能夠證明到這件文物是有四千年歷史的 就是後世的歷史文獻所推斷的夏朝的時期 你也證明不到這個夏朝是真的存在的 比如說有些人經常在地質疑有些神話是沒有辦法用科學驗證得到是不科學的 我就認為這些人是寫本續末的 比如說有些人質疑聖經裡面所說的五餅二餘 天哪會掉些食物下來呢 又或者有些人質疑佛教所說的達摩禪師一位道綱 一塊胃葉怎樣可以承載到一個人在水面 有些人會這樣質疑 但是我認為這一種質疑或者想利用科學來論斷宗教是寫本續末的 因為宗教本身就是一個信仰 只要你相信它的話 那個神話就是存在的 不是要以科學來驗證是搞錯了 等同於這個漢民族 經常說始於三皇五帝 但是三皇五帝是上古神話 根據史記所說 三皇有神龍氏、福熙氏和女窩 但是不同的典籍有不同版本 不過反正不同典籍也好 神龍和福熙就是鐵膽來的 看看拖哪隻腳而已 五帝又是哪個五帝呢 就是皇帝、尊齒、谷、遙和遜 接著就是夏朝 就是蟬揚比羽 下雨治水 然後大禹有私心傳給兒子 然後就沒有了蟬揚祭 其實一聽到漢民族有蟬揚祭 這件事本身就是神話 會蟬揚的嗎? 一向都加天下 所以就是看你到底信不信 這是民族的信仰來的 信仰這個皇帝就是始祖 這些信仰是沒有辦法用科學來論斷上古神話的 但是現在就說發掘到夏朝文物出來 是不是說你發掘得到就代表你是圓門正宗呢? 那人家要承認你相信你才行 好了 至於信不信呢 外國那些就肯定理你了 有些國家 比如說印度這樣 他們有些記者就爆料 說在7日的時候 就收到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的銜件 原來是威脅他們在報導台灣相識的時候 就不能夠違反一中政策 也不能夠使用台灣總統等的字眼 引起了當地新聞業界的強烈不滿 就說這樣是干預新聞自由 實情這個大使館做的事情 暫於他的角度當然就是政治正確 但是老實說最好的辦法就是沒有眼屎乾淨 眼開眼閉當看不到就算了 人家在印度報紙上登了一些廣告出來賀相識 你只要不出聲 這樣就不會引起牽然大波 更加不會引起像現在這樣 令印度的網民 走到Twitter上表達憤怒 集體去賀相識 我想今年那個相識 就是近這二三十年以來 全球最多人慶祝的一次 就是因為中國駐印度大使館 給了一封信給人 印度媒體 本來沒有一物 你當看不到或不出聲 就不會刺激到別人的情緒 你明知道你這樣出這封信 當然站在你的角度是政治正確的 是要這樣做的 是要表示忠誠的 你這封信是對外出的 是不是 你不是對著大陸的小粉紅 不是對著大陸的領導人出的 人家看到當然就理你了 你叫別人不要這樣 又說不准用哪些字眼 你以為那裡是香港嗎 你這些信件寫給香港的媒體 別人就會跟 你寫給印度那些 別人跟你在邊境衝突 怎麼會理你才行 而且由駐印度大使館發這些信件 給印度的媒體 到底是否符合身為 你說強烈抗議就無所謂 別人看到這些 就是賀相十的廣告 暴跳魚雷呱呱呱叫 你自己一個情緒的發洩 或者是排解 或者是立場的宣示 但是你把信給別人 就是別人覺得你在侵犯他 為什麼往往會掃諸一些 這麼笨蛋的手段 或者是解決辦法 這些都不是解決辦法 只是在製造更多的問題 現在搞到印度網民走上網那處 賀相十 搞到那個情況是完全控制不到的 那就是在製造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又說回香港了 香港有些街上的欄杆 掛了賀相十的橫額 有些建制派就走出來說 要舉報他 你不是搞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些人過去就算了 在97之前 事實上在相十的前後 就在街上真的會有些區域 插滿了一枝枝的清天白日 滿地紅旗的 甚至乎在酒樓外邊 還掛了幾層樓高的花牌 現在就算人家說結婚 或者是慶祝什麼都很少見 那些花牌很傳統的 現在有些建制派就說 在街上看到有些賀相十的 還額都不行的 要舉報他的 實際上過了明天 他也要拆的 你去弄這些東西 不然會激化矛盾 到底這些人是要解決問題 還是要製造問題 是不是沒有問題出現的時候 這些人拆不了存在感 怕沒得搞呢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